王霜在世界女足球员中是什么地位,姓名,王霜生日,1995年简介,王霜,12岁入选国少队,15岁入选国卿,2013年入围亚洲最佳女足青年球员,2015年入围出征,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人选,现效立于女甲武汉队,2015年12月31日,大连全界女足,宣布国角王霜转会加盟, 下赛即将代表大连全界参加各项赛事,2016年7月18日,李约热内卢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,王霜名列出生名单,2018年4月20日,王霜跟随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,获得女足亚洲杯季军,看过王霜踢球的球迷朋友都知道,王霜有着女足球员中少有细腻技术,尤其在如今的女足也越来越男性化的时代, 王霜这的球员就更加难得了,要论王霜在女足球员中的地位,这个问题要看前提是什么,是在世界范围还是亚洲范围,虽然中国女足早已不是曾经的铿锵梅鬼,就连在亚洲也早就失去了称霸的实力, 但就以王霜这个个体来说,他就算在女足世界范围内,也是属于最好的五名球员之一,他曾被欧洲的多支女足豪门看中,但为了国家队的利益他都挽聚了,在亚洲范围内,王霜,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中前场球员,朝鲜日本等队虽然实力和成绩上都压制中国,但没有特别突出的球员,更多的是依靠团体作战, 至于网上说的啥王霜是女足世界的C罗,梅西啥的,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对他的一种美好期待,也是球迷们对于女足关注不够造成的,如今的女足世界中心,也转移到了欧洲,基本上最出色的女足球员都在那边,王霜足够优秀,只是受限于中国队的实力,没有办法在大赛成绩方面和梅西,C罗相比, 再加上还没有在欧洲女足联赛证明自己,她在除中国和亚洲范围以外的知名度并不高。